我們看到是美國的學者 這個柯超市過期要下跨一本車 叫做比出賣的台灣 英脈真洶洞 但是最近美國也有一本 一齣電影有什麼叫做比出賣的台灣 要來奉上路 雖然這個來源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都是寫到這個 美國為了這個國際政敵利益 來凌亂 這八十年代的台灣政府 來試試賣相機恐怖 他們殺了他 因為他的工作 不然要請聲 就位在北空年代 培養台灣政府獨自的 美國的學者 在他們家門口正面暗示 FBI調查結果 涉嫌台人的華人 歐社會分主 討問台灣 結果派人主角 來到台灣調查 由詹姆斯凡德比克說 NFBI探員發現 這不是單純的謀殺 有發言的歐社會 跟同時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官員 蓋涉在來 心驗是 編曲跟英文的 發約議員第二代 釣魚論標誌 希望這部電影 可以讓美國觀眾 更加了解台灣的民主發展力點 以及美國 他本身扮演的角色 台灣人的民主化 不太理解 或是在主媒媒體上 唯一最關心的問題 是台灣人的問題 在中國 所以我認為 這部電影 探索了歐社會的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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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